10月18号中超第26轮广州恒大客场挑战深圳贾照夜 在俱乐部埃克森已经6场比赛没有进球了 赛前呢外界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埃克森身上 果然比赛第15分钟 高林左路船中埃克森投钱甩头破门恒大100先 这类进球也是埃克森在俱乐部第7场比赛当中 首例进球 进球之后埃克森跑过去拥抱了为他送上助攻的高林 仅仅三分钟之后 恒大再度扩大比分 深圳队员中场传球出现失误被塔利斯卡截断了 塔利斯卡将球之分给身前的埃克森 埃克森助攻保利尼奥 帮助恒大把比分扩大到2比0 仅仅用了18分钟 恒大便让比赛失去了胜质的悬念 在国家队表现一般的埃克森 回到恒大俱乐部彻底爆发了 短短四分钟之内上演传世的好戏 再次展现了顶级射手的风采 埃克森的爆发离不开恒大队友的帮助 高林的传中球为的是又准又舒服 埃克森只需要投追拱门 动作完成就可以了 反观在国家队 埃克森放在了边路 很难拿到投追拱门的机会 看到埃克森这里进球 李皮是不是该考虑下自己的用人思路了 埃克森最能发挥的位置是中锋 扬长臂短发挥其作用 哎呀 我们说这场球是不是打脸国家队了呢 各位您觉得欢迎说出你的想法 看下来 Burd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